阿弥陀佛 尊敬的各位法师 各位大德同修 大家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答问 第一个问题 希望法师能协助 成立一间座念医院 救病危的众生 能得往生极乐世界 谢谢 这个提议当然是非常好 但是要有人来法心做 要我做我自己做不来 我可以去提倡 希望有真正法心的菩萨来 做这件事情 这是非常好的大好事 这个座念医院 就是一定要对临终的人 有很好的关怀 因为一个人最后 他如果是很自在 心情很舒畅地离开 肯定不会堕落 如果能够有信有缘 能够念佛 就一定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座念医院 就是一个选佛场 专门是培养佛的地方 所以这个功德是无两无边的 现在医院 我不知道香港有没有 这样的医院 可以被人助典 佛教医院有 佛教医院有 很多人缘陷在一起 老人家在里面 好像住道场一样 一人一个房间 好像酒店标准房间一样 自己有厕所 有一张床 一个书桌 一个电视机 可以看经 有闭路电视 闭路电视 闭路电视全是佛教的 或者是念佛 或者是讲无量寿经 或者是共修这些台 没有外面的台 接着服务的人员 都是学佛的同修 有在那里做乙工的 也可以有职员 每个人都要落实弟子规 知道如何来照顾老人家 对老人 要好像对自己的父母一样孝顺 这个 老人院就好像一个大家庭 我们对老人 就好像对自己的父母 这样非常之和睦 大家一起共修 每天 就是 从早到晚 都在共修当中 有早晚课 有听经 有念佛 像我们这样的 每个星期六 星期日 这样的课程 最好七天都有 而且要从早到晚 早上六点钟开始 就开始早课 一直到晚八点半 接着九点半睡觉 你如果能够这样去修行 保证你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这样的道场非常之好 看看我们众生的福报 能不能够今朝有菩萨出现 香港有钱的人很多 但是能不能够这样做好事 好像人都不是很多 所以能够这样做 都要有大智慧 如果能够做一个好的样子出来 其他的医院都能够效果 保证生意兴隆 保证生意兴隆 因为每个人都想来这样的医院 因为人到老 最关心的是自己怎么走 走了之后去哪里 所以年纪大了 都要去学习 你看孔子在论语第一章就说到 学而时习之 不亦越乎 你学习 能够去落实你所学的 那你能够非常之喜悦 所以人为什么能够得到快乐 得到喜悦呢 最重要的是学习 好像我们这样的讲堂 如果每天都办 每天都有念佛 念佛是实习 学了之后要时习之 要去落实 解行并重 这样一定是非常喜悦 非常快乐 所以老人要他快快乐乐走 他一定去好地方 如果很烦恼 觉得很痛苦 很委屈 很不平 这样离开人世 一定是三目度 这个是帮助老人家 我们要懂得的道理 老人他不单要物质上的生活 更需要精神上的生活 我们看到在外国 我在美国住了八年 在澳洲住了四年 美国的老人福利不错 澳洲的更好 我们去参观澳洲的老人院 他们的物质条件 可以说是非常之好 例如老人家 他的老人院里面的通道 都是特别加阔的 因为可以推病床 而且旁边也有扶手 人可以这样扶住扶手去走那些通道 他的病床本身 都带有自动的感应器 老人家躺在上面的时候 如果是被他尿湿了 他自动就会有感应 他就会有通讯号 医院值班的医生护士就知道 老人家可能要换尿布了 他这个病房里面 都是特别清洁 非常之舒适 物质条件相当之好 但是非常可惜 没有精神的生活 老人家在那里 虽然都挺享受 但是一个个都是无精打财 两眼无光 坐在那里定一定住 人家来见到他 打个招呼 他就跟别人摸摸 面都没有笑容 都挺凄凉 他的儿女很少来看他们 大概是一年 来看他一次就很不错 过年过节 跟他寄一张 学卡 他收到之后就觉得很欢喜 他儿子还没有忘记我 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 所以这样的生活 并不快乐 所以如果真正用佛法 来指导 护持老人家 一定要帮助他 学习佛法 中国有句古老的说话 活到老 学到老 活着一定要学习 学什么最好 学佛法最好 佛法是教你觉悟 教你智慧 所以这个老人院 又可以作为一个老人大学 每天都有很多课程 你可以自己选择课程 自己来学习 也有丰富的文艺节目 作为调节 如果是身体健康的老人家 可以组织交友 比如定期去大婴山拜大佛 甚至身体好的 还可以组织 去四大驴山旅游 这些多彩的生活 使得老人家 忘记了老人家 所以 他虽然 儿女未必看到他 每天都可以陪他 但是他周围的那些 護士 服务人员 都是他的儿女 对他都非常孝顺 非常关怀 这些服务人员 都要学习 学中国的传统文化 要学佛 有那种爱心 有那种慈悲心 对待这些老人家 好像对佛菩萨一样 这样去尊敬他们 确实是佛菩萨 过几年他去了极乐世界 就是佛菩萨 所以一定要尊敬他们 而且是 服务得非常周到 临终如理如法 与他助念 保证能够往生进入世界 所以希望这样的理念 早日能够落实 下面一个问题 希望法师能协助 在家中成立一个助念小组 救病危的众生 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当然是非常好的idea 希望大家一起来做 这个比较简单 只要大家发心 我们今天都可以成立 今天我们成立 想来参加助念小组成员 要发大心 要学习印刚大师的 林中三大要 那篇文章上次发给大家 大家最好是什么 听一听我的讲解 我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讲解 有广东话的 有国语的 在网上有 我们下次最好是做一些光碟 发给大家 如何做好林中助念 还有你自己要走的时候 你自己都要用什么心态 这个很简单 大概两个钟头 听完之后你就知道 但最重要的是你实践 是一个艰苦的工作 助念是挺辛苦的 为什么呢? 你可能没有教好睡 你可能没有教好睡 饭可以吃 但可能未必有好睡 你要轮班 最好是三班 甚至更多 一个班两个钟头 大家在那里坐念 另外两班休息 一班坐念的时候 另外两班休息 每一班可以有四个钟头休息 两个钟头上场 每一个人都要有坐念的常识 都要懂得临终开事 都不可以有害怕的心理 有些人很害怕看那些死人 看到之后来得很远很远 这是错误 你的慈悲心没有出来 你就不会害怕 你以为我要救这个临终的人 他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 他现在如果能够正念分明 他一定蒙阿弥陀佛接人 往生极乐世界 我送一个人往生极乐世界 就是帮一个人成佛 这个功德很大 如果我们现在不好好帮助他 可能他有业障 可能生前有贪亲痴的这些业 可能他就会墮三百度 所以我们要想到这一点 要发大慈悲心 救到这个众生出腐海 我们能够发这种心 救助别人 等我们往生的时候 一定有人帮助我们 有善因必有善果 我自己是挺喜欢做练 为什么呢? 这是最好练佛的时候 平时你自己练佛 未必练得这么诚狠 未必练得这么专注 现在对一个临终的人 看到他这么辛苦 他最需要你帮助的时候 你肯定要Oxidloman去帮助他 所以这个时候念佛最专注 念佛的功夫 在这里要练出来 这个是智利利他 你帮助别人 就是帮助自己 所以助念是一个好事 如果能够有二十个人 这个助念团就很好了 随时就可以 哪里有求助 一个电话来 我们有个热线电话 需要的时候 立即打电话来 我们一个小时内 要赶到 机动部队 那助念团呢 需要准备什么工具呢? 第一个要引庆 引庆最好准备三四支 主要成员都手上一支 这个现场要敲引庆 第二个就是陀罗里皮 陀罗里皮 一个是庄严 第二个它上面有佛菩萨的名号 还有咒语 还有咒语 可以辟邪 这个是可以在临终的时候 和它盖上去 人未断气都可以盖 甚至你平时睡觉都可以盖 这个没有什么不吉利 这个才是好的 因为你想想 整个佛菩萨的名号 都会盖在你身上 你一定睡得很安装 但平时不是鼓励你去盖 就是可以去盖 这两个一定要需要 第三个 自备水和干粮 我们的助念 最好不要干扰到别人家 因为你去别人家助念 如果别人家里有人 他不学佛的 甚至可能信其他教 他排斥你 你就不可以跟别人添麻烦 不可以跟别人对立 所以我们自己要做到 去帮助别人 不需要别人 让我们喝水 不需要别人让我们吃东西 我们自己准备 当然如果有人供养我们 我们可以接受 但是你也要遇到 可能有特殊情况的时候 他在家里全部都排斥你 你水也不让你淡饮 那你自己可以生存下去 在这个自卑 准备一个小的旅行袋 把衣服装在里面 还有自己的钱 我们有些同修和助念 真的良苦用心 正在去医院的时候 在大陆 因为大陆什么都要靠这个 所以医院不让你再乱 怎么办呢 塞一些 通融一下 多给我两个小时 真是慈悲 这种发心真是难得 自己拿钱出来 因为家人可能都不懂 医院说断气就要拉走 多给我们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再塞一些 再多给你两个小时 是啊 真的这样 甚至有些同修 和我说过去太平间里面 和那些尸体助念 刚断气的 已经被送到兵库里面了 和那个专门看太平间的人 说了好听话 给一个红包 好 接着说 可不可以你让我进去 再念两个小时 他说 好了好了 你不要跟别人说 我在外面 我要锁住门 把那个人锁在太平间里面 接着他就把兵库拉开 和那个尸体练 原来那个尸体整个面青青 很恐怖 念阿佛 念两个小时之后 整个人都很自在 很安长 说明什么 那时候神色没有离开身体 断了气 但是神色没有离开 一直接被人拉到兵库里面 一动他的时候 他就很痛苦 所以面识也是很难看 这个是他痛苦 结果和他念佛 和他开始 慢慢慢慢 他就安长 他就可以离开 所以这些就是有慈悲的心 才能够做出来 一身为众生 不是为自己 太平间里面的助念 那些滋味不太受 在里面阴心心 而且坐也没有 你坐在那里站着那里念 这个不是说大慈悲 他不可能做到 这些都是同修 这些同修 很好的榜养 所以大家 想不想现在就成立一个助念小组 这样 不要说只有声 我们要增贯 如果你们现在发心 参与这个助念小组 待会就去报名 可以在我们的义工同修 可以在我们的义工同修 你站起来 和大家看看 你可以和他来 去报名 写下你的电话 你的姓名 真正要 需要的时候 就叫你了 如果有这个机会 我都可以带大家 我有18年的助念经验 所以助念 其实越助念 你觉得越欢喜 为什么呢 又一个人往生极乐世界 又一个往生极乐世界 你很有成就感 真的助念到最后想忍 下面一个问题 季节与其他道场 都有办百关齋戒 有一天随起参加修持 不住在寺院 回家 是否是睡地板 香港地方合适 要睡地板 也不一定方便 如果睡原有的高床院枕 是否能够圆满此界 如果是这样 我便劝你 干脆就 不要执着百关齋戒 特别我们修正宗的同修 要证实质 不一定证这个形式 实质是什么呢 实质就是你的心清静 百关齋戒的目的 就是齋心 齋就是清静 你通过百关齋戒 能够使得你的心清静 你才达到目的 如果只是做一个形式 而且在这些戒条上 非常执着 令自己很不自在 很不清静 那就失去了百关齋戒的意 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条件 我觉得不需要 不如你拿出一天一夜 来念阿弥陀佛 你可以睡你的高床大床 不重要 一天一夜念佛 这是真修行 所以念佛 是最方便的方法 不需要讲求任何形式 你只要是念阿弥陀佛 就可以了 从早到晚 从晚到早 能够二十四个小时 佛号不间断 就符合阿弥陀经里说的 若一日一生不练 或者你拿出两天 若二日一生不练 这是真修行 我觉得 比百关齋戒重要殊胜 当然 如果两者合在一起 也可以 那你家里不方便 最好是住自圆 如果自圆也不方便 那你就只念佛 不需要百关齋戒 或者是 百关齋戒中 你自己能受持几条 就受持几条 也不需要请戒司和你去仇戒 就自己拿出八关齋戒 这八条 自己对照 我可以做到几条 自己向佛菩萨面前 去发誓 我一日一夜 要做到这几条 这样也有可言 那我们每个礼拜日 从上个礼拜日已经开始了 明天我们第二次 就是从早到晚念佛 从早上八点半开始 一路念佛念到四点 你在这个当中 差不多八个小时里 你能够做到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这句阿弥陀佛 你真是很用心地念 这个功德是最大的 念一句佛号 功德也无两边 可以帮助你消除八十亿劫的生死重罪 所以这是圣土修行 方便之处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黑色的海青 或者啡色的海青 有没有不同的意思 或者原因 这两种颜色都可以 只要这个颜色 用这种暗色 表示什么呢 表示修行人 以苦为师 不追求这些六根的享受 颜色都是用最差的 黑色 啡色 啡色 叫做坏色 所以出家人的袈裟 都是用这些啡色的 颜色就是表示什么呢 表示我们的生活 要求放到最低 不追求任何享受 不追求华丽 是这样的意思 那海青呢 这个衣服 是我们中国人的衣服 是在看朝时候 古人这些官员 上朝的时候穿的 这个袖很大 这个阔岭大袖 那些官员 海青不是黑色 不是啡色 它是有瘦彩的 有些是瘦笼 有些是瘦花 五颜六色都有 很华丽 皇帝穿的 就是瘦九条龙 所以 这个 是古人的礼服 我们学佛人 对于传统非常重视 所以你看看看朝时候的服装 到现在都保存 我们现在穿的长衫 七家仁一般穿的长衫 是明朝时期的服装 都不是印度传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 七家仁和我们不一样 其实我们才是真正最中国 最传统的服装 那时候满清入关的时候 红情囚和清兵立条约的时候 要投降清兵 就说到有五不合 五种人不投降 譬如说男行女不合 男人要投降 女人不投降 男人要穿满清的服装 她的头发就变成 后面长边的 女人依然是明朝时候的头发 那个服装也是一样 这个生寒死不寒 就是你出生 结婚那些婚礼 用满清的 但是死的时候 那个葬礼 喪礼 是用明朝的 还有一个 就是俗行 争不合 俗人他投降 出家人不投降 出家人不用疏变 还是保持江头 还是穿我们明朝的服装 所以一直维俗到现在 还是保持当是明朝时候的服饰 真正印度全国来的服装 就是我们出家人 披的这个加衫 三衣 五衣 七衣 九衣 九衣 是登台说法的时候要回答的 一般听法就回答七衣 就回答七衣 开始上早晚课 一般听讲经 做法会 都是七衣 主法的人 一般是得九衣 甚至是二十五条衣 表示隆俗 下面一个问题 弟子有三个问题 请示 第一 请问佛的经 佛灭后有多久才结集 具体要多少年呢? 我们还要去查一查 这个我忘记了 佛灭到之后一段时间 当时 家舌专者 就主持 由阿难专者 上台 来复港 所以结集经典的形式 就是复港 阿难港 下面的人记录 如果是 下面五百阿罗汉厅 其中一个人 他反对 他反对 你这句话 我认为不是佛港 一个人反对 这句话 就不能写入经典里面 所以一定是五百阿罗汉 一字通过 这句才真正 会寄入经典里面 所以经典是非常可信 当时是五百阿罗汉 一字通过 这些阿罗汉都是佛的弟子 跟随佛很久 而且都正得果位 所以绝对没错 下面一个问题 大方港佛花严经 都是佛说的 为什么会去龙宫 这是佛法里面有不可思议的事情 大方港佛花严经 佛是怎么说的呢 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 他坐在菩提树下成佛 成佛之后 他首先说的就是法运经 他怎么说的呢 在定宗说 他这个定宗 一般凡人没有办法参与 他是在一真法界当中 《法言经》里面说 参加这个法会的大众是非常多 个个都是法身大事 都是什么境界呢 就是六祖慧能大师的 明心见性 见善成佛的人 有十法界一切众生 都是成佛的 发生大事 他们共同参加 说了多久呢? 在人间计算的日子 是二七日 即是十四日 有些说是三七日 即是二十一日 虽然在人间计算的时间不是很长 但是这个经说的是非常之多 非常之大 在龙宫里面将它收藏起来 这部经有多大呢? 有十个三千大千世界微尘解 一是天下微尘品 这个三千大千世界 用我们现在的计算 是十亿个银河系 我们太阳系 是银河系里面一个普通的行星 在银河系里面 就像太阳系这么大的 这个星系 起码一千个以上 一个银河系就这么大 我们地球是银河 这个太阳系九大行星之一 这个银河系都这么大 十亿个银河系 你想想多大 这个叫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而且是十个三千大千世界 将十个三千大千世界 磨成微尘 包括磨碎了 变成微尘粒 我们说粒子 你说有多少粒子 那么多粒子的数目 是这个花盐经的 一首粒子的数目 一首粒子四句 佛经它按照粒子来计数 这本经有多少粒子 它不是说多少字 印度人用粒子来计数 中国人用字数 他用粒子数 十个三千大千世界 未尘这么多粒子 那么多粒子 品数有多少呢 像我们这部《无量寿经》 有四十八品 有四十八品 《花盐经》有多少品 一四天下 我们这个梳婆世界 有十亿个银河系 一个银河系叫做一天下 一个四天下 因为它可以分成四部分 因为它的中心 叫做衰微山 我们现在观察到银河系的中心 是一个很大的黑洞 这个黑洞是一种天体 很大 银河系 好像一个银一样 中间闯 两边比较幼 这个中间的天体 就是一座山一样 叫做衰微山 在佛经里叫衰微山 衰微山有东南西北分成四部分 我们这里叫做蓝尖部州 在南部 北部是叫做北区罗州 那里的人没有佛法 他们福布很大 随心所欲 福布大的人很难学佛 他富贵学到难 他觉得 没有必要去修道 我现在生活都挺好 学佛这么辛苦 他不想学 所以 韦陀菩萨叫做三洲感应 他是除了北边的北区罗州 东西南洲他都感应到 他都来护法 北边他没有佛法 他就不用去护了 那他一四天下 就是四个天下其中一个 那么大的一个空间 将它磨成微层 那么多的数目的品数 这是《花严经》 原本是这么大 我们现在看到的大方讲佛花严经 是叫做目六提要 这是大经的其中的目六提缸 很少一部分 很少一部分 这是龙树菩萨 入到龙宫 看到的 然后 然后他发现 原本的花严经 没有办法 传到地球上 地球都装不下 中本的都不行 拿一个小本的 就是现在流传到我们世间的花严经 所以是 这部经 含蓋了 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法 亦含蓋了十方诸佛所说的一切法 所以十方诸佛的佛法 有一个总题目 就叫做大方讲佛花严经 因此这部经叫做根本法律 佛法的根本从这里出来 经中之海 经中之王 这个龙宫也是不可思议的境界 那个龙王是大龙菩萨 都是发生大事 他们有能力 将大缩成小 将小变成大 大小不易 就好像《维摩吉经》里面说到的 他小小的障室里面 可以放几万个狮子座 几万个狮子座放下来 那个障室没有扩大 狮子座也没有缩小 大小不易 龙宫是这样的境界 好 我们再看下面的问题 你们提倡念佛法 是用三三四 只是三三四的数字没有练出声 但是我要用手指来计数 所以都是不能完全集中在佛号上 其实数字能否和佛号一起练出声 有人教我另一种练法 阿弥陀佛一 阿弥陀佛二 直到十 佛号和数字一起练 这样练法可不可以 最好就不好 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一个完整的名号 你是加一个阿弥陀佛一 阿弥陀佛二 那就多余了 这个计数是印光大师教我们十年法 从一数到十 是帮助我们涉心 因为你的心要计数 你就不能打网上 一打网上就计错了 不知道现在是念到第三还是第四句 你就不知道了 你数错了 所以一定要集中精神 那你就可以排除网念 是帮助你消除网念的一种方便法 等到你念到纯熟了 你就不需要继续了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就可以念念一气 他不会间断 这个是帮助我们初学的人 要用这个计数法 要用这个计数法 而且效果确实好 那你数数指当然是一种方法 亦都是方便 刀切六根 不单止口要念佛 耳要听佛号 心要计数 手指都要计算 刀切六根 亦是一种方法 当然你亦都可以不用手指数 亦都不用用口数 亦都不用用口数 你用三三四这种节奏 其实很容易数 还要计算是由tah哭 有的个小意 书是它很自然的 蘇根年于是在达植佛 周ค 往すご 知无论 若你从那些收度 十五根要求 品 Projekt 你的節奏循環下來 不會數錯 這是我自己用了十多年 我覺得效果非常好 大家不妨實踐一下 下面一個問題 公請法師抹學有一位同修 原本在家中供奉觀世恩菩薩 近來卻把觀世恩菩薩送走了 改為供奉泰國的四面佛 請問法師 四面佛是否佛菩薩 有另一位同修說 四面佛具有慈悲喜捨的意思 抹學感到懷疑請法師開示 這個佛像在每一個國家地區是不同 它沒有一定的形象 都是根據每一個地區的人 它的喜愛 自己設計的 所以觀世恩菩薩是中國人喜愛 它設計的是中國人的樣子 甚至很多人喜歡美女 觀世恩菩薩就演出美女的樣子 所謂應以什麼身得道者 它便以什麼身為持法 沒有問題 佛菩薩可以演一切上 泰國人做四面佛力也可以 亦都是佛陀佛的樣子 所以這個問題不大 它自己喜歡的 最重要的是它要學習佛理 將佛的道理要搞清楚 如何修行 如何出三界 這些搞清楚了 即使沒有佛像 一樣可以修行 六祖衛能大師 六祖衛能大師 他家裡沒有供佛像 他二十四歲 聽人讀了半部金剛經 去湖北的黃梅 去求法 開悟了 五祖把衣缝傳給他 他便在獵人堆裡 十五年逃難 為什麼要逃難呢 祈禱障礙 他拿了衣缝 別人不服他 要把衣缝搶回來 所以他要逃難 隱聖埋明 在獵人堆裡 和獵人在一起 獵人要殺生 他要幫獵人煮法 他怎麼可能供佛呢 所以佛要注重佛則 不是形式 你心中真正有佛 其實佛像 即使不供佛也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有這個條件 當然供佛更好 畢竟對我們有一種提醒 而且幫別人送善根 看到佛像 立即想到 這是佛 佛自一入心 他就種了一粒善根 這個善根將來可以幫助他 成佛 在《法花經》裡說 一清濫磨佛 加以成佛 這個善根種進去之後 成為金剛種子 他將來一定能夠成佛 所以供佛像是有這些意義的 下面一個問題 請問在日常生活中 貪親癡現前 當下如何處理? 當下就要放下 不要讓貪親癡繼續 這個就是真修行 古人說 不怕念起 只怕覺慈 這個煩惱起來不怕 他肯定會起來 為什麼? 這個雜氣 你未成佛之前一定都會有雜氣 有雜氣起來了 立即就要觀照 知道自己這個念頭不對 立即要把它放下 怎樣放下最好 我唸阿彌陀佛 第一念是這些貪親癡 第二念是阿彌陀佛 第三念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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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煩惱的念頭 就不再起立 正念相繼 這個就是真正念佛人 所以看你的念佛功夫 從哪裡看? 你還有沒有貪親癡? 你這些煩惱還會不會起? 如果經常起 經常會有發脾氣 經常要忍不住去起貪心 這個都是沒有功夫 那就要自己好好去反省 好好去訓練自己 否則臨終的時候 你沒有把握 臨終那一念最關鍵 如果你臨終還是念佛的 你一定往生的 這個世界 如果你臨終是貪親癡 那就糟了 山坡道去了 所以我們現在平時訓練自己 放下煩惱 目的就是幫助自己 在臨終的時候正念分明 所謂養兵千日 用在一時 你就是平時訓練的功夫 用在臨終的時候 你想放下貪親癡 一定要多聽經文法 聽經能夠幫助你轉念頭 為什麼會有貪親癡呢 根源就是自私自備 你有我便會有貪親癡 你看看 這個佛法裡面說 四大煩惱長相隨 這是與生俱來的四種大的煩惱 這四種煩惱都叫做我執 第一個是我見 你有我這個見解 有我這種觀念 就叫做我見 這個是根本的錯誤 有這個我 後面三種煩惱就起來了 第二個是我愛 是貪 自己喜歡的 就多要一些 貪 第二個是 我慢 好慢的慢 我慢是親為 自己不喜歡的 就討厭它 就排斥 就對立 第四是我癡 如癡的癡 貪親癡 貪親癡怎麼來的 我見來的 我見就用我們的說話來講 自私自利 你有自私自利 你就一定有貪親癡 所以我們聽經文法 要轉變自己錯誤的觀念 將自私自利放下 起心動念 多為別人著想 多為眾生著想 不要想自己 想自己是害自己的 不為自己想 才是真正利益自己 所以自私自利這句話都有問題 自私的人不會自利的 他不自私才是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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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自私才是自利 有自私是害自己的 這個就是要在平時 要關照自己的念頭 當然比沒有好 練佛機有少少作用 但是如果沒有人助念 那作用不大 你試試 你睡覺睡著的時候 你能不能夠聽到練佛機 你馬上開著練佛機 你睡覺睡著了 可不可以聽到 睡著了你都聽不到 那你死的時候就聽得到 那時候就麻煩了 古人說 夢中的功夫有十分 不是 平時功夫有十分 夢中功夫才得一分 夢中功夫有十分 病中功夫才得一分 這個重病的時候 你提不起佛號 你提不起佛號 病中功夫有十分 臨中功夫才得一分 你想想 真的相當不容易 你如果功夫還沒到的時候 又沒有人助念 那你就麻煩了 練佛機那時候不要用了 所以我們自己要求自己 要練這個功夫 這個功夫沒有其他的 就是放下 對於你的一切人事物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這個就是功夫 功夫不是在口上 和阿弥陀佛的功夫 是說你的心地 對於身心世界還有沒有貪愛 還有沒有執著 什麼都放下 說白一點 什麼都無所謂 好又好 不好又好 順境逆境 通通我都是歡歡喜喜 我不受外界影響 這個就是功夫 無論是什麼境界裡面 我往生極樂世界這個志向 這個願 我絕對不會變 這個是功夫 所以臨終的時候 關鍵問題就是要提醒臨終人 提起這一種信念 提起他的正念 所以你臨終開始很重要 開始的主要目的就是幫他放下 可能這個時候他身體很痛苦 可能有很多未交代的事情 很多牽掛 這個時候你要幫助他 勸他放下 未交代的事情都不要交代 通通都是假的 不要當真 這個世界一切都是夢幻炮影 做夢 這個時候你的夢差不多醒了 醒了之後你就知道 那個夢境是假的 要放下 勸他放下 勸他提起阿彌陀佛 求生極樂世界 他這個念頭一起來 立即得到阿彌陀佛加持 他就提起正念 有正念 他就能夠念佛 他不會顛倒 他就能念佛 念佛 真的到臨終的時候 一句十句一定往生 所以這個助念 我們要懂得這個道理 所以開示它很重要 你開示的人一定要明白 你自己都不明不白 去到那裡以為練佛就可以了 無非就是一個錢財 一個兒女 家親眷屬 或者是恩恩怨怨 對人的仇恨 恩怨 這些東西如果放不下就糟了 這個時候 只要有人勸他 他就能夠聽 他這個時候非常聽話 因為我發現 人有兩個階段是最聽話 一個階段是小孩子的時候 他又沒有知識 什麼都不懂 你就教他什麼 他就學什麼 好聽話 嬰兒好聽話 第二呢 臨終的人好聽話 為什麼呢 因為臨終的時候 他身體又痛 而且前路茫茫 他不知道自己要去變 很恐懼 所以拿到什麼 他就緊緊握住 你這個時候 給臨終關懷 你給他精神的支柱 他一定聽你說 我們同修 去為那些 這個很頑固的共產黨員 來助念的時候 臨終的時候 和他一助念 一勸他 你現在一切要放下 只要阿彌陀佛救到你 你只要唸阿彌陀佛才行 他立即就唸了 可能他一輩子都反對佛教 到最後他就聽你說 為什麼 他沒有救了 沒有希望 沒有指望的時候 你給他什麼 他就要什麼 所以臨終關是否很重要 很重要 下面一個問題 有老師建議去參加內觀十日 說可以對我們修正宗法門有幫助 是否正確 這個內觀我就不太熟 很難評論 我都不可以做一個評價 不同的法門 是幫助不同根性的人 每一個人根性不同 當然你自己要選擇 自己最適合的法門 如果你自己不知道 應該選擇什麼法門 那你就聽佛的說話 佛說沒法時期 淨土法門 最適合 你選這個一定沒有錯 那收淨土法門 需要靠其他法門來幫助嗎 可以不需要 誰說的 大世智菩薩說的 在《能言經》 《大世智菩薩唸佛言通章》裡 他就說到 《不假方便自得深開》 《不假》 《假》就是借助 《不借助其他方便法門》 你只要老實唸阿彌陀佛 自得深開 深開就是開門 聖佛 從初發心到成圓滿佛 都是靠一句佛號 《大世智菩薩唸行法》 他所用的功夫就是八個字 《刀涉六根正念相繼》 把六根收回來 收回來做什麼? 念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這個念頭就是正念 正念相繼相續不斷 這個就叫做念佛三味 大世智菩薩是這樣修成福 他從初發心一直到如來地 他現在未成圓滿佛 他是等局菩薩 仍然是一句阿彌陀佛 沒有間團 所以 如果你問我 是否需要用其他方法 用內觀 我說不需要 為什麼? 因為大世智菩薩已經做過樣子給我們看 我們學他老人家一定沒有錯 所以我們一定有信心 這個法門是最殊性最方向的 隨時隨地 你只要集中精神念佛 你把六根收回來 觀一句佛號 就是內觀 對吧? 這個精神你已經掌握了 任何的法門其實都是內觀 不是說念佛法門就不是內觀 你看看儒家 孟子都懂得這個道理 他說學問之道無他 隨時放心而已 什麼叫真實學問? 就是把你放出的心 收回來 這個就是內觀 不要向外 不要向外觀 向內觀 收回來 這叫刀竊六根 把六根收攝住 隨時放心 把你放出心 把你放出心 收回來 六根 不要再攀逐六塵 你就收回來 收回來 你能夠正面相近 當然 如果你要藉助這個法門 我也不反對 各人有各人的根性 我不可以說大世智菩薩的法門 你一定可以 但是你如果有信心 你一定可以 你如果沒有信心 你就只要試一試 這個我也不可以反對 下面一個問題 一個朋友 為什麼十多歲 手陣 越來越嚴重 有什麼解救的方法 家裡人也是這樣 是否遺傳 如果是這個問題 假如是醫生 都找不出原因 沒有什麼治療的方法 我勸你 你就求佛 阿彌陀佛是無上醫王 一句阿彌陀佛佛號 是靈丹妙藥 佛經裡面說 阿其陀藥 這個就是萬靈丹 什麼病都可以治癒 但是關鍵是你有信心 如果你沒有信心 就無法治癒 這個信心就像藥人一樣 你沒有這個藥人 再好的藥都沒有用 這個藥人就是你的信心 你看看 劉素文老師 十年前得了紅斑藍倉 這個是隨時要命的病 俗語稱是血癌 免疫力完全喪失 隨時可以死亡 但是醫生已經把他放棄了 沒有辦法再治癒 準備後事 他就回去練阿彌陀佛 他說醫生不能治癒 那我就求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可以幫我治癒 他在練佛 拜佛 聽經 專聽無良壽經 心專清淨 結果到最後 病自然就好了 什麼藥都不用 也不需要化療 那些任何治療都不需要 好了 他跟我們講經說法 大家非常喜歡聽 正得念佛三味 所以一定要有信心 信心是關鍵 你能夠相信 你可以勸這個家人 好好地聽經 可以把我們的無良壽經 拿給他聽 而且勸他拜神 拜佛燒業障 如果能夠一天 拜一千拜 那個業障 我想半年就燒得差不多了 就是這樣 如果能夠拜三百拜 你可能兩年 業障就燒了 在這個時間 你想長快一些 還是慢一些 快一些 精準一些 隨其精準 這個大小 你自己所得的果報 也都可以有不同 但是一定會有好的效果 好像我爸爸 他就是什麼呢 他就是生了老老 這個 什麼時候生的呢 是2001年的年初 2000年的年底 冬至那天 他和我媽媽發了一場脾氣 我勸她說 今天冬至 冬至是敬拜祖先 要這個孝道 日子 不要和我媽媽發脾氣 當時他就不聽 發了一場脾氣之後 就三個老老 真的很快 第二天就覺得頭痛 結果就不行了 他驗了檢查 原來老老 做手術 撤除老老老 很辛苦 醫生說他的壽命只有三年 我就跟他說 醫生說了 你的壽命還有三年 你現在如之時至 你要真幹 努力練拔 求生其樂世界 他就很難得 他很聽我的說話 真的在家裡聽經練拔 現在到現在 十幾年過去了 2000年底到現在 十二三年 身體重處不錯 在那個 輕靈的念佛堂 很清靜 每天現在就聽我說 無兩首經 所以 我就勸大家 有病不要第一個想醫生 想醫院 要建立一個 自己的信心系統 第一個念頭 先要想阿彌陀佛 唯有阿彌陀佛是真正幫助我們 而且沒有任何副作用 你去醫院有很多副作用 癌症你化療 其實很多人告訴我 只有癌症死的人怎麼死 化療化死的 癌症也不用死那麼快 一化療就死得很快 真的是這樣 因為他一化療的時候 他就把整個身體的免疫系統 打破了 他雖然是殺死癌細胞 同時殺死好細胞 一起殺 所以你的抵抗力 越來越差 到最後 不是癌症害死他 是他自己的免疫力喪失 他自己死 不如練佛好 練佛增加抵抗力 增加免疫力 謝謝 下面一個問題 什麼是無忌 紀錄的無忌 這是講到一個佛教的名詞 屬語 是講我們做業 一般來說有善業 有惡業 如果說不上是善還是惡的業 就叫做無忌業 譬如說我們吃飯 睡覺 上廁所 這些說不上什麼善惡 是人都要做的 這叫無忌業 是這個名詞屬語 下面一個問題 百德是哪一百德 這是講儒家的百德 孝啼忠信 禮義廉恥 這個是傳統文化 做人最基本的道德 孝啼道 孝啼道 是兄弟之間 要和睦相處 衍生到在社會裏面 尊老外幼 這個都是剃道 或者是尊敬老師 尊敬師長 尊長 或者是長官 愛護下屬 都是剃道 忠是忠誠 忠心當然 為人要忠誠 不可以 心地邪惡 不真誠 信是信用 人一定要講信用 講誠信 禮義廉恥 禮是有禮貌 符合禮節 做人做事有個道數 禮道 禮節 禮節的節是節道 不可以過份 越節制 這個是禮 義是什麼呢 義是該做的先做 不該做的不做 符合天理良心 我們應該做 同天理良心相違背 就不可以做 這個是義 譬如說 見到錢 這個錢該不該拿 該不該賺 不該拿不該賺的 不可以去賺 這個是義 所以君子 見利私義 見到利益的時候 馬上要思考思為 應不應該去取 不能夠 見利忘義 不宜之才不可取 練是連結 我們要釋福 我們要珍惜 我們所受用的福度 例如糧食 衣服 等等 盡量珍成 今天我跟同修說到 我們中午吃飯的時候 大家一人在一個飯盒 很好 但是同修可能非常愛護我 和我們出家師傅 擺了滿桌的菜 他們說 我夾了兩次 沒有吃到什麼 我跟同修說 以後我們要吃飯 不需要再增加什麼 小菜 特別炒菜不需要 我們要食福 我去到哪裏講演 我還是要對方 先要了解 第一個 不可以幫我買商務倉 機票只能是經濟倉 第二個 不可以要套房 我要告訴對方 不可以套房 只能是標準監 第三個 吃飯不要超過三個菜以上 佛家說三得六味 三個菜就夠了 三個主菜再加三個小菜 三得六味夠了 已經很豐富了 最好的食飯盒 乾乾淨淨 其實吃的不多 吃得多 腸胃就受不了 吃的品種不要太多 如果超過三樣菜 你的胃就覺得很辛苦 它消化起來就不容易 你的菜只有一尾兩尾 它覺得很簡單 連腸胃都要一門深入 所以這個是道理 健康之道簡單 生活越簡單越健康 你禮而連結 這個連結 適福 恥是什麼呢 羞恥心 不見得人的事不可以做 這個惡事 惡念不可以起 這個是恥 這個伯德 是做人的標準 如果你的伯德沒有了 就不是人了 我們說人格 人格 什麼叫人格 做人的資格 如果沒有這個伯德 就沒有了人的資格 雖然現在還穿著人的衣服 我們可以送它一個尺號 衣觀 禽獸 不是人 將來一定到惡道 下面 第三問題是 寫牌位要否限次數 這個次數 亦都沒有一個規定 要多少 不是說你寫得越多 超渡的效果就越好 不是這樣 亦都不是說 你只寫一次就超渡不了 不是這樣 關鍵是看你超渡的人 他是不是真正有修行 真正有功德 如果真正有功德 有修行 排位不用寫 一樣可以超渡 地藏經裡 跟我們說得很清楚 婆羅門女 如何超渡她媽媽 她媽媽墮了地獄 婆羅門女 將她媽媽從地獄 超渡到刀利天 她有沒有寫排位 經常沒有說 不要說她寫排位 也沒有說她打一個什麼水綠法會 搞一個什麼法會也沒有 她做什麼? 做兩件事 第一個 大布施大供養 這是表她放下 將自己的家財全部拿出來供養佛學教育士 導師角花定置座王如來塔子 烏持佛法 第二個 回家念佛 因為她發了一個大心 所以佛示言 告訴她 你只要回去家裡好好唸我的名號 你就能夠知道你媽媽的去世 她回去唸佛 唸到一心不亂 唸到一天一贏 阿彌陀經說 一天她就一天就完成了 她就成了菩薩 可以下地獄救到眾生 她超到真正有功夫 真正有這種法的大的慈悲心 她就可以超到 不需要搞形式 所以我們要重實質 不是重形式 搞形式 搞得再多都沒有用 還要看你有沒有實質的功夫 功夫就是你的心地 你的心地有多慈悲 有多清淨 這就是功夫 這是超道的本錢 即功雷德 即累這個 下面寵物往生的處理方法 基本上跟人一樣 跟他助練 跟他開善 這個開善 你不要認為 他聽不明白我說話怎麼辦 聽得明白 因為心和心是相通 雖然你說這句話 是用我們的國語 或者是廣東話 但是你真誠心發出來 他能夠感應到 他能夠明白 你跟他念佛 他聽得到 他就能夠往生 我以前在美國德州 在德州大學教書 有一次有大的風雨之後 因為德州的時候 有時不時會有那些巨風 Torado 那些巨風 好像我們的颱風一樣 經常會有 大風雨之後 有一天我看到地上 有一隻海鷗 煙煙一色 我們那裡近海 所以有海鷗 煙煙一色 我就把他抱回來 跟他打三桂衣 勸他念阿弥陀佛 求生極樂世界 結果我們把他放在佛堂裡 跟他念阿弥陀佛 我媽媽也跟我一起 一起練 而且放著佛號機 我就跟他敲引慶 在那裡練阿弥陀佛 陀羅尼皮 就不要跟他蓋 因為他太小 我只是練佛 結果 他慢慢慢慢就開始恢復 開始動 動完之後 可以伸展一下翅膀 可以抬一下 頭也可以抬一下 慢慢慢慢 我看到他生猛起來 我們很高興 是否慢慢可以活過來 結果一日跟他念 念到第二天 發現他怎麼樣 在那裡拜佛 拿兩個翅膀這樣擦開 然後頭在那裡拜佛 我們看到修行很精進 繼續跟他念佛 到最後他往生的時候說 站在那裡走 拿兩個翅膀插著 兩隻腳這樣站在那裡 嘴就這樣 就是幾個位置定住在那裡 他可以站到很穩陣 嘴就碰在地上 兩個翅膀撐開 腳又撐開 站在那裡往生 所以動物都可以往生 你不要認為他什麼都不懂 說不定他前世大修行人 可能臨終的時候一念之差 墮到你的出生 這個時候再遇到佛法 他就覺悟了 他就往生了 下面一個問題 聽你講經 身心清淨 你滿肚的佛法寶 是否是佛菩薩再來 我不是佛菩薩再來 我是再來 不過不知道從哪裡來 個個都是再來 但是我們很幸運 遇到佛法了 禁聖一定要做佛徒 你一生只要往生極樂世界 你就做阿貝爾治徒佛 你一定成佛 成佛之後的佛號是什麼呢? 《無量壽經》說到 妙欣如來 我將來成佛 我就叫妙欣如來 不僅僅我是 你們也是 所以大家要努力 自己要做真佛菩薩 不可以猜誰是佛菩薩 自己要真正即下成當 佛菩薩我去做 這樣就對了 下面一個問題 念觀世音菩薩可以往生極樂世界嗎? 可以往生 這個是符合觀世音菩薩法的願 念觀世音菩薩 念大世智菩薩都可以往生 因為他們都有願 接引人往生極樂世界 只要你是求生極樂世界就可以 你不想去就沒辦法 你想去不單止練觀世音菩薩 念釋迦牟尼佛 念法經 念花延經 念任何經 收任何法門 只要回向求生 一樣可以往生 例如註解往生論的談聯大師 他一生受詞法花經 他對最後 怎麼往生呢? 他念南無法花經的題目 他就往生 他唸法花經往生 他不是唸阿彌陀佛往生 但他只要求生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一定都來接他 所以這個淨土法門非常廣大 無論你修甚麼法門 修禅宗也好 修物宗也好 修教下 甚麼宗也好 甚至你信基督教 你信醫師蘭教 信天主教 你只要最後求生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一定來接你 所以 偶益大師說 得生與否 全由信願之有無 你真正相信 真正願意去 你無論收甚麼法門 都可以去 基督徒可不可以往生嗎? 可以 他只要相信 只要願意去就可以 這個非常廣大 最後一個問題 我幾個月前打禪測 曾經聽開示講過 當我去到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就會問 阿彌陀佛問我 念佛是誰 假如我答不出來 是否不能往生 還是沒有明白空性 是否不能往生 我看過書 書說念到一心不亂 不是這樣說的 而是誠誠心 誠狠心 才叫做一心不亂 一心不亂當然是誠誠心 但是誠誠心未必是一心不亂 為甚麼呢 他當下是誠誠心 但是 可能他以後還會起法路 是雜氣 他不是一心不亂 一心不亂 連雜氣也不會起 真正是斷法路 但是我們 只要練到 有智誠 有清淨 你在臨終的時候 一定蒙佛接引你往生 這個往生極樂世界 不是靠自己有能力去 是阿彌陀佛來 帶你去 阿彌陀佛為甚麼會帶你去 因為你願意去 這個法門就是這麼簡單 你智誠法完 要想去 就可以去到 無論你業障再重 都可以去 大業往生 也不需要明白空性 明白空性是甚麼人 開悟 開悟的人往生 是去到 直江土 或者十步莊嚴土 八生大事 我們凡夫去是 凡聖同居土 但是去到 凡聖同居土 和十步莊嚴土的菩薩 一樣的智慧 一樣的能力 一樣的受用 平等佛界 參禅的人 喜歡參話頭 即使是唸佛 都唸佛是誰 誰在唸佛 真正唸阿彌陀佛 修淨土 不需要參 偶益大師 在《阿彌陀經》要解裏面說 但只能持名就可以了 不需要參究 也不需要觀賞 老老實實 就是這句佛號 不需要參念佛是誰 念佛是誰 告訴你 阿彌陀佛 念佛是誰 念佛就是阿彌陀佛 念什麼佛呢? 念阿彌陀佛 念佛的是阿彌陀佛 念的也是阿彌陀佛 念的也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念阿彌陀佛 念阿彌陀佛 一直都是阿彌陀佛 管他念佛是誰 根本不需要參加 念到最後你就知道 原來念佛的果然是阿彌陀佛 你就是明心見性 見性成佛 所以這個法門叫做 無上心妙善 比參究還要償勝 參究還是難免用意識心 第六式 念佛根本不用第六式 完全即下就是用佛心 用我們的真心去念阿彌陀佛 這個廚食直接了當 好 我們今天時間到了 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讓我們能分開 然後感覺到這裡 有關於 過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